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在坐標平面上,若三角形三個頂點 分別是-34 -12 跟36 那麼 這個三角形 與它的內部 這個三角形的邊 就是這個三角形本身 加上它的內部 可由下列哪一組不等次表示 這個三角形是什麼呢 是 這一條直線的下面 這一條直線的上面 還有這一條直線的上面 好,那我們現在 先把這一條直線找出來 這一條直線多少 我用2.4 y -2 等於斜率 1-2 4-22 -3-1 是-2 然後x 加1 這等於-1 要不要移過來 x加y 就是-1 這個等於0 這個是這一條直線 x加 y-1 y-1 等於0 好,那現在的話呢 是上面 你把x 帶無窮大的話 就滿足了 大於0 就這個區域的話呢 它是大於0 就是 我們就得到一個不等次 x加y y-1 大於等於0 大於等於0 就是這個邊界 再來呢 我們看這一條直線 這條直線 y-2 等於斜率 6-2 是4 3-4 所以 是正1 斜率是正1 就x加1 這是正1 移過來 x-y 加1-2 就是 加1加2 就是加3 這等於0 也就是說 這一條直線 是x-y 加3 等於0 好,那我們現在來看 我把x帶什麼呢 帶那個 負無窮大 就是 就是包括這個區域 帶負無窮大 到x帶負無窮大的話 這是小0 所以呢 在這邊的 它是x-y 加3 小的等於0 再來什麼呢 再來這條直線 這條直線 這條直線的話 我就 y-4 等於斜率 6-4是2 3-3是6 然後這個是 x加3 212223得6 然後把3乘過去以後移過來 x加3 x加3 然後呢 減掉3倍的 y-4 這等於0 x-3y 加7 等於0 等於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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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加Y-1大概等於 再來是X-3Y加15大概等於 加15喔 這裡都是加15 那我這裡算錯了 3加3是12 3加12應該是15 我這裡算錯了 算錯這裡就找不到看 所以15了 所以A就是這個答案 所以答案就選A就好了 其他這個都一樣 只是說不等號不一樣 不等號不一樣就不對了 所以大家應該要選A